北京烤鴨,聽到也很想吃 現在不用飛去北京那麼遠 澳門軍月酒店就能吃到 跟著潛艇來吧 這裡的師傅都是從北京過來的 而且他們的食材烤鴨 都是由北京飛過來的 哇,期待了很久的烤鴨終於來了 我們看到師傅 他已經差不多片了一半 如果怕胖的朋友 我們可以吃鴨胸肉 我不客氣了 我們來嘗嘗鴨皮 嗯,有淡淡的果木味 因為他真的用果木來燒的 接著我就試一下他的鴨肉 鴨肉裡面也有些肉質味 可能是他燒的時候 皮下脂肪溶化了 所以都是吃得出很甘香 而且不怕粗糙 接著又如何少得我們傳統最喜歡的食法呢 我們先拿一塊鴨餅 接著夾兩塊鴨肉下去 這個是鴨腿肉來的 然後就加上我們的蔥絲 青瓜絲 可以加一些甜麵醬 這裡還有一種特製的蒜蓉醬 大吃的時候就記得和甜麵醬分開吃了 他那塊皮很有嚼勁 還有很鴨韌 它是不會說很厚 還有會令你很飽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很薄而已 我們前面的就是小菜 雞絲粉皮 糖醋小排 海折頭 還有鴨乾芝麻餅 讓我試一下鴨乾芝麻餅 它的梅子醬很特別 接著它配合鴨乾 完全都不怕肥膩 還有它細小過易入口 做前菜就最適合了 這裡除了有烤鴨 還有烤乳鴿 讓我先試一下 我吃到有些淡淡的香草味 還有剛才加了檸檬汁 很清新 同樣它也是用果木來燒的 所以果木味也很出 這個就是松鼠桂花魚 你們看 很考刀工的 它吃下去的味道酸酸甜甜 而且它的甜酸味 也不怕會蓋住本身魚的鮮味 有點像酸甜排骨 不過這個是魚板的 這個就是脆煎豬肉鍋貼 外脆樂軟 很有北京風味 最後怎麼少得試它的甜品換取盤 好夢幻呀 這餐夠豐富呀